嘿 大家好 我是泰平 今天呢我要來分享我的三月份閱讀清單 我就跟你們說三月份真的是有夠漫長的吧 沒有廉價 我總共要分享給各位的三月份總共有13本書喔 我真的覺得還蠻多的 目前為止2022年最多的一個月份 而且這還不包括那一些我沒有分享給各位的一些書 所以我就覺得三月份真的是很充實啊 真的還蠻讚的 那現在終於來到廉價啦 第二天其實也是還有點硬硬的 昨天晚上真的好冷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受到呢 因為我要分享的書有點多 所以也依照慣例 那三月份的閱讀清單就會分成上下兩集啦 連續兩個禮拜都可以看到泰平的影片 是不是很棒呢 還是說不會有人這麼想 好啦那我們就真的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好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第一本書叫做 Interior Chinatown 那我們台灣好像已經正在翻譯了 叫做唐人間內部 那我們不知道之後的書名是怎麼樣啦 所以這一本書呢真的是非常好玩喔 怎麼說呢 它是以一種劇本的形式 這個故事是在講 我們主角他是台灣的移民二代生活在美國 然後呢他從小就是希望自己能像李小龍一樣 然後懷抱的那種功夫夢 那最後他真的也成為了一個跑龍套的演員 所以他最後進去了一個叫做Black and White的那種很那種 Oldschool的那種警匪片當一個跑龍套的一個演員 然後呢所以這個就是Black and White的那個劇本 可是這個在劇本當中呢又 偶爾會穿插他以第二人稱的那種意識流帶出他從小在唐人街 是怎麼樣的一個成長環境 比如說爸爸媽媽因為228白色恐怖事件 所以移民到了美國 然後很辛苦的開了中國餐廳 然後在一個單房公寓 然後把他拉拔長大 我很喜歡這本書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部分是 他偶爾會有那種 痾...亞洲自嘲那種感覺 就是爆發了很多 各式各樣的幽默 所以就是閱讀的時候就真的會看到笑出聲的這樣子 隨著故事得到後面的發展 我覺得真的是一波又接著一波 然後帶到高潮 就是不斷的那個往後推 我覺得那個力道是很強的 但是也不會有太多過多的悲情在裡面 就是別人在問起說 誰是美國人的時候 你心裡那個image是會是出現怎樣的臉孔 就是這個書呢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好玩 然後後面也有很多很感人的部分 我可以唸一個 還蠻可以道出這本書中心主旨的一個句子這樣子 喔對了 就是他有很多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標籤這邊 他有很多的音句 然後會很觸動人心的 就是有時候也不乏幽默 我就是很喜歡會自嘲的那種人這樣 好 我就唸了 and you think no it won't be somewhere else it will be here again in Chinatown next year same place to be yellow in America a special guest star forever the guest 就是是不是 不管是移民過去的成為了美國人的家庭也好 或者甚至是他們第二代 永遠在異鄉就只能是一個客座的人了 這種題材有興趣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這一本書 或者是你們也可以等到中文版出來啦 總之很推薦 好嗎 好 接下來要介紹給各位的呢 是一系列的叫做 穿越量子世界三部曲這樣子 那這個是給青少年閱讀的 有看過我影片的人就知道 其實我一直都是很喜歡看青少年閱讀的喔 那這一系列真的是結合了我所有很喜歡的元素 比如說量子世界的一些理論啦 然後還有小朋友那一種冒險故事 就是一關破一關那種 不斷前進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超推超推的 這個是在講我們的主角妮可 就是他有一天躺在床上 然後呢 睜開眼睛 然後就早上起床的時候發現 天花板浮現了一段字 如果你想看到不一樣的結果 就不要一再重複做同樣的事 然後上學途中他經過一棟房子 就是他從來沒有在這條街上看過那一棟房子 然後那棟房子有三道鎖 然後呢 他就運動了他的智力呢 打開那三道鎖之後進去 然後就發現了宇宙大爆炸 就在他眼前發生 然後呢就開始有很多粒子 還有反粒子作用的那個球賽 然後就之後有一系列的那個旅程這樣子 作者他本身就是 研究量子物理學的一個教授 然後呢他又很淺顯易懂 然後而且非常非常有趣的 冒險故事呢 讓我們這種人 能夠了解到量子力學這種神秘的世界 裡面有提及薛丁格的貓 還有愛因斯坦的 他的相對論啊 然後還有光 他是有波長跟粒子他的特性啊 偶爾會出一些謎題 讀者要用以不同的角度去解釋那些謎題 就是等於是打破我們 就是慣用的常規去思考就對了 就是因為這些謎題 我開始覺得我自己好笨喔 就是我的大腦真的是已經僵化到 就是無可挽回的地步了 因為那一些謎題他的答案其實真的都非常簡單 那一些簡單的答案反而是如果你是用常態去思考的話 你真的是回答不出來的 我覺得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這個真的很推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喜歡以上那兩個元素的朋友們的話 這個故事就絕對適合你好嗎 好接下來要介紹這一本書呢叫做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喔 就是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每個物體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頻率 那我們作者呢他就是用水做一個戒指載 就是比如說對我們的這一組水啊 每天投以感恩的念頭跟他說好話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 我會對他說一些不好的話啊混蛋啊投以壞的念頭 然後呢他就是拍到了一個水結晶的那種狀態 發現當我們的念頭是好的的時候 水的結晶他也會呈現一種很完美的那種幾何圖形 那比如說我們對照做 那個水是呈現那種很破碎的那一種形態 那進而帶出我們人體70%是水 那我們身體那個水會不會因為我們自己的念頭 還有在整個世界的整個共振頻率而影響到自己本身呢 這個是擺在那個電視 然後還有微波爐那一邊就是受到電磁波影響水的結晶的一種狀態 這樣子 還有就是這一系列是用不同語言呢 然後呢跟水說謝謝 然後就發現他們其實 嗯儘管是不同的語言呈現出來的那個形態也是很類似的喔 所以其實水都知道 所以我真的覺得水真的是很很美妙的一個事物 原來就是我覺得每個念頭他其實是非常有具有力量的 那我們的念頭可能影響到了我們自身 還有我們跟這整個世界 所以值得深思的一本書啦 所以在這邊應該很推薦給大家 我介紹介紹的這一本書呢是觀眾寫信推薦給我看的 叫做書吃妮娜的完美生活 然後他的副標是關於我的愛情生活 我沒有什麼可討論的 我不看不看書的人約會 那他可能覺得這主角妮娜很像我吧 那 somehow我也就拿起來看了這樣子 那因為我想訂閱我頻道的人 因為大部分都女性嘛 然後也有很多應該也是很喜歡看書的 尤其是小說類的人喔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本書可以某方面看到自己吧 那我可以唸給大家一段 就是我把它畫記起來的 我覺得這一段很像我耶 唸給大家聽 她說 妮娜擔心自己其實更樂於獨處 這是她唯一能真正放鬆的時刻 和人相處實在是太點點點 令人疲憊 人們讓她緊張 每天早上離開公寓就像是翻轉一個巨大的沙漏 她處境真外的能量開始點滴流失 在一天中她得找時間獨處好好恢復能量 有時她會感覺自己的生活 就像在沉默之島間的長途求友 她喜歡人是真的喜歡 只是得才順勢療法 一次一小撮的服用才有療效 這根本是我啊 因為她是一個planner 就是 就是她就是在每一個章節前面就會說 她就預計要做什麼事情啊 比如說這裡 她會記錄她的schedule啊 還有她的目標 比如說加強運動方面的知識啊 還有她的notes 然後還有她的to do list 這完全就是我 我真的超愛就是to do list的 就是很喜歡那種打勾的那種快感 就是我的一定要就是順勢 按照我的計畫走的那樣 她在講什麼我就不多說了 她就是一個娛樂感很夠的一個小說 那 對我來說 因為跟妮娜產生很大的連結 所以呢 這個就是代言我 閱讀這本書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可能也是跟妮娜很像的話 就是可能也可以就是 pick it up 好不然看看一下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推薦給大家 好 接下來要在這一集 介紹的最後一本說呢 叫做呼喚奇蹟的光 就是2015年 普立志德獎長篇小說 會在這個時候 閱讀就真的是因為 最近我們 世界上發生的那一場戰爭 然後我想要知道的更多 那剛好這一本 就在我書架上很久了 就是我覺得這時候真的是一個時間 該來越討好來拜讀一下了 就是我們的女主角瑪麗蘿兒呢 她從小就是一個失明的小女孩 然後因為戰爭的關係 跟爸爸逃亡到一個叫做聖馬洛 一個滅海的一個城鎮 在那個叔公家的公寓裡面呢 就是瑪麗蘿兒發現 她的叔公會運用一部機器 然後呢 去做她為這場戰爭中 所做的一個反抗行為 這樣子 那瑪麗蘿兒 有時候就會用那一部機器 然後呢 去朗讀她最喜歡的一本書 叫做《海底兩萬里》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空氣中 就是我們看不見的那一些例子 那一些聲音呢 得到了我們德軍南海維納的一個關注 這樣子 維納從小她就是很喜歡 那個就是修理我們的收音機 那就是因為收音機的關係 她有聽到瑪麗蘿兒 從遠方傳來的那個聲音 所以作者就是利用收音機 收音跟還有另外一端就是 發聲的那個科技的關係 怎麼樣串聯這兩位未曾謀面的陌生人 就是因為這些看不見的光 聲音然後彼此深深的影響 我覺得這本書很棒的原因是因為 作者是利用就是快節奏的一些短片 然後呢 去帶出這整個故事 看到就是這一個 我一直很好奇這個符號是什麼 然後後來我上網去查 我一直懷疑這是瑪麗蘿兒的書公家的 那個聖馬洛的那個城鎮喔 然後呢 我去Google聖馬洛的那個地方啊 就發現就是 他 我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 就是 這個聖馬洛那城鎮是 很符合我的想像的 所以我好像自己 就因為這一個故事 我好像也去聖馬洛 待了一個很長段的時間 那這本書好像Netflix 已經有著手在進行拍攝的 會有好像是會有四集的一個短劇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可以先期待 那我想看那個劇之前 大家可以先來閱讀這一本書 我真的覺得很棒 所以很推薦給大家 好 以上呢就是我在這一集 要先介紹給各位的書啦 我覺得這一些書 真的是還是都很棒欸 三月份真的是 我覺得 讀了很多很棒的書 就是很滿足這樣子 那我希望之後呢 也能夠有更多書 好多好書 能夠介紹給大家 對 結尾詞好難想喔 剛剛介紹那些書 我的靈魂又有一些某部分 已經滲透到那些書裡面了 就是還在那一些情節當中 你們會這樣嗎 就是有時候會 被故事困住了 好 我先去旁邊冷靜思考一下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囉 按照片段 你看看 我們上次見 感谢观看